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说现在的年轻人是草莓族 他们根本不会去关心公共议题 但是此大传播站最近在Peple上 有一则关于七星潭度假村的开发案 一共吸引了六万多人去点阅 并且有超过130篇的回想跟讨论 许多人是透过他们的报道才了解这个事件的发展 并且集结力量串联行动去关心这个议题 花联县政府在民国96年年初 通过派蒂娜公司投资的七星潭滨海度假村开发计划 县府通过的七星潭度假村占地 5.56公顷计划开发面积4.45公顷 地幕为农业区国土保安用地 必须依非都市土地使用规则 变更为一般农业区油气用地 但因86年七星潭还说出审议公告 使得开发计划必须先通过环境影响评估 才能变更地幕 而花联县府于今年7月14 提案废止86年七星潭还说书公告 此一动作等同间接帮业者护航 所以我觉得当务之急 是让花联县知道七星潭的目前的状况 你知道这个地方原来是大家的 很美好的年少时候的回忆的地方 可是即将变成这样子变成财团所私有 我们就是认为说 这个广场不是特地的财团 它就是人民的广场 人民自由进出 就是这么简单 在节目现场是慈激大学慈大传播站的 校园公民记者代表 透过Pepo公民新闻平台 慈大传播站要跟我们分享 什么样的公民新闻 我们最主要是会走入部落 还有走入花莲的各个社区 像是花莲市的甘城村 南华村 还有永兴村 还有最近我们所发现的比较值得注意的议题 就是西星潭事件 对 然后我们最主要就是以纪录片的方式呈现给大家 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受访者想要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告诉我们 告诉大家说 他们自己心里内心的那些故事 甚至他们想要告诉大家的一些议题 的确我们看到透过慈大传播站 跟我们分享的新闻 其实它都是有蛮长的影片 那你们在拍摄这些影片当中 是不是有一些让你们感动 或是印象深刻的事情 当然是有 也像是比如说 我之前有访问甘城博爱新村的一个长老 然后我在跟他访问的时候 他居然在我面前流泪 我还蛮感动的 就跟他感同身受 的确 其实我们在一般的大众媒体上 很难看到来自花莲在地的报导 但是透过公民记者的镜头 我们却听到了很多来自在地的声音 我们也期待能够透过此大传播站同学的镜头 让我们听到来自更多花莲在地的公民新闻 PayPal公民新闻报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